架接为改良作物生长特性之栽培方法 主要目的为增进作物抗蜜镜能力 如增强生长势、提升抗虫及增加产量及品质 过去台湾蔬果类生产受限于土壤性病害与气候环境等因素 必须与水稻沦坐或无法进行产期调节 现今透过架接技术应用 以成功建立高品质、高产量之蔬果架接苗生产模式 以提高农民稳定生产与收获效益 目前的气候上面是有非常明显的变化 包括我们讲的温度的上升 我们透过架接的技术 事实上可以达到很多气候变迁调试的作用 包括所谓的高温的一个适应 或者是缺水的一个适应性 那当然这个方向之上 我们如果可以让整个作业的产能或是效率提高的话 我们就必须透过所谓的省工 自动化技术的一个支援 传统架接作业耗时费工 需仰赖专业熟练的架接工进行操作 因此架接员雇用及训练成效 往往成为限制架接种苗产能的重要原因 为降低人工架接的劳力负荷 及提升架接种苗的生产效率 在农委会农粮署经费补助下 由国立宜兰大学生机系 园艺系 台湾大学生机系 以及育加种苗厂等四个单位 组成研究团队 开发省工化架接整合系统 透过自动化机械 软夹式苏果种苗架接机 提升苏果种苗架接生产效能 并利用节能多时变架接苗愈合式 提升架接后的愈合能力 及架接苗生产良率 我们开发出来的这台苏果种苗架接机 只要一个人来操作 整个操作的一个作业能量 每小时可以达到395株左右 那透过这台机器的一个自动化的一个操作 让我们的苏果种苗厂 可以不仅节省人力 也可以稳定我们苏果架接苗的一个供应 苏果种苗的愈合养生装置 它里面可以自动来控制它的环境 包括温度、湿度、还有给光 那我们也开发出一种叫做外气调节的方式 来调节我们的愈合养生装置里面的环境 达到省电的一个操作 那在加湿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是使用超音波的一个加湿方式 来达到微小粒子的一个加湿 那我们也使用整个冷气循环的方式来降温 来提供给架接苗一个非常好的愈合环境 省工架接整合系统技术 流程包含以下几个技术面向 1. 粘碎育成技术 由育苗厂培养尺寸规格化的粘木 与接碎苗 提供架接机使用 增加自动架接量率 2. 机械架接技术 透过软胰式苏果种苗架接机 左边放入粘木 右边放入接碎 自动完成架接动作 减少专业架接人力训练的时间 并增加架接产量的品质与产量 3. 架接苗愈合技术 提供架接苗良好的愈合环境 提升架接后的苗木品质与存活率 4. 架接苗巡化 为促使架接苗形成自营性 因此使架接苗在巡化阶段 可在有半遮阴与家室处理的环境中 持续愈合 使架接苗可逐步适应户外环境 在自动架接的一个概念上面 其实它的一个灵魂 应该是我们的粘木跟接碎的苗的育成 那因为是机器在操作 所以在粘木跟接碎的一个规格上面 我们是有特别的一个需求 如果从这个概念来去做出发 做理解的话 我们必须要在特定的环境下 或是控制的环境下 去做规格化苗的育成 所以架接完后的种苗 就必须要移入我们的苏果种苗的 育核养生装置来进行整个育核 再把它移到我们的温室或者户外 来做驯化跟后续的一个养成 来提供健壮的种苗 让农民来做栽种 面对全球化高龄 缺工 气候变迁 土壤性病害等因素影响 省工嫁接 将是台湾农业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 员工的训练上面 其实大家都在农业上都是一个瓶颈的部分 如果可以藉由机器的操作 再加上我们的育苗技术的话 可以节省掉很多很多前置作业的训练的部分 整个作物的一个改良跟育种 以及机械的一个自动化整合起来 可以来达到一贯化技术系统的建立 可以来帮助我们这些南向的国家 来建立新的农业的一个栽培体系 也提升栽培技术 那也可以来帮助我们国内的自动化 跟机械设备厂商来赚取外汇 创造三眼的一个利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